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国际焦点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伊朗首度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本土 包括无人机跟飞弹 总共多达300次的攻击 而且时间长达5个小时 不过伊朗这次的攻击 有事先通知美国 让以色列有时间应对 99%的飞弹都遭到拦截 看来伊朗显然也不想 让中东的情势扩大 火速宣布行动结束 而在国际压力之下 以色列暂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 历史上头一遭伊朗攻击以色列本土 伊朗当局还公开飞弹发射的画面 大肆宣扬 伊朗跟以色列恐怕要跨过 代理人战争直接要开战吗 只见伊朗火速宣布 结束这回合 伊朗强调攻击只是为了 暴富日前以色列袭击伊朗 驻大马士格大使馆 杀害七名伊朗的海外官员 这些撲撲出了最终的 比起初以作为了 他说他们有签了 一大小的撲撲 但然后逃亡 作为了 只要 工具有养的 以以色列的 以以色列为 攻击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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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近 而動手之前 伊朗还提前预告周边的国家跟美国 攻击过后 伊朗外交部长参谋总长接连喊话 只要以色列或是美国不报复 就不会继续攻击 清楚画出到此为止的底线 回头看看伊朗口中的攻击大成功 被以色列拦截了99% 大多都是慢速的无人机 给足了反应时间 光论战果真的算是成功吗 西方专家的眼里 伊朗这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演艺场伤害轻微的大戏 既能够避免西方国家攻击而热祸上升 又能够达成报复的目的 保住颜面缓解伊朗国内主战派的压力 看看攻击过后 伊朗国内民众上街狂欢庆祝 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地方能够宣泄 大内宣的目标就达成了 摆明就是不愿意跟美国直接开战 以色列批伊朗说一套做一套 又指使代理人 黎巴嫩真主党发射数十枚火箭 以色列当然也不客气空袭 真主党的武器制造基地 打打伊朗的小弟出气 但是以色列跟伊朗的恩怨纠葛 可没有一笔勾销 很难想象这对仇敌过去 曾是换铁兄弟 1948年以色列刚建国 伊朗是第二个承认的伊斯兰国家 以色列拿技术跟武器来交换伊朗的石油 往来非常密切 然而好景不长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推翻王权转为独裁国家 以色列不承认革命政权 有疑小船说翻就翻 从此伊朗扶植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就开始对付以色列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就不断发动恐攻 让以色列盲刺在背 2000年之后 双方的关系又更加恶化 伊朗多次扬言要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联手海湾国家要围堵伊朗 打击伊朗的海外活动 双方已是水火不容 纽约时报分析者认为 伊朗这次直接动手 等于是宣告从战略耐心转为建立威慈 让以色列或是西方国家不敢直接动手 未来恐怕更愿意公开对抗 以色列或是其他西方国家 Tubish 中不倒 伊朗这次的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率高达99% 这次动用了短中长程各种的防空系统 其中箭式三型发射的射程最长 发射一枚就要烧掉一亿台币 所以整个晚上的拦截行动 估算以色列耗费了超过400亿台币的军费 所以以色列内部鹰派压力很大 他们已经预告不排除会还手报复 流星一样的火球集体从天而降 这场深夜大空袭唤起以色列人的恐惧 抬头看到爆炸闪光 民众忍不住惊呼 来自伊朗的飞弹火箭无人机 一个个被半空拦截 壮观场面 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也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晚伊朗发射一百七十架无人机 一百二十枚弹道飞弹 和三十枚巡异飞弹 以色列说拦截率百分之九十九 其实接近完美的拦截战机有帮手 还没飞到以色列前就先帮忙来 美国总统拜登致点感谢美军部队 不知美国 英国甚至约旦都有出手 但主要功劳还是以军防空系统 这次有个大功臣 就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背后这套 当初特别针对伊朗威胁打造 剑士三型能拦截大气层外 飞行的弹道飞弹 好用到连德国都买进 弹防空弹要价不菲 电视系统能拦截2000公里外发射飞弹 射一枚就要350万美元超过1亿台币 忠诚的大卫弹弓飞弹 一枚则要价100万美元 至于最短程的铁穹 专打火箭无人机 一枚大概4到5万美元 13号光应付伊朗大空袭 估计烧13.5亿美元 超过台币400亿 但拦截率不是百分百 以色列中南部阿拉德 一名十岁女童被飞战碎片砸死 看着碎片又大又重 六个人才抬得起来 利亚阿拉德不远的 以色列内瓦廷空军基地 也被弹道飞弹炸出大坑洞 虽然伊朗空袭是报复4月1号 使馆被炸 但以色列已经预告会还手 西方国家虽然一致 但未来以色列要怎么报仇 大家都在猜 也有专家猜测 以色列可能选择 刺杀伊朗军官 或是攻击伊朗石油建设 甚至核武研究设施 再来把镜头转移到美墨边界 这边来看看 美墨边界的移民一度出现暴动 不过最近有缓和的迹象 因为美国跟墨西哥达成了协议 现在不仅有国民警卫队 以及军警24小时的助手 还会拦下偷渡客 强行的遣返 让美国边界的压力 是减轻了不少 另外德州公益团体炮轰州长 花130亿美元价铁网党移民 只是政治作秀 扛着十字架 还有人把脸都涂成银色 扮成天使 集体聚集在和美国一核之隔的 墨西哥边界跪地其道 这是中南美洲偷渡移民 卑微的仪式感 他们心怀美国梦 都走到美墨边界了 但是现在要往前一步 比过去更艰难 这里就是偷渡客和人蛇集团 过去都走的破口 果然在这里抓到一阵车的移民 在哪里 在美洲 但现在可不行了 因为墨西哥终于硬起来抓移民 在这里就开始挡人 CNN记者直击墨西哥边境 警察一来 人蛇汽车落炮 人蛇到底有多猖獗 其实从路面上的一个东西就能看出来 故意洒下路次陷阱 当托渡客走不了时 人蛇就跳出来狠狠敲一笔 而这里确实也是当地热点 其实CNN团队在去年底就曾经来这直击 相隔不远处的美国民众早就不堪其扰 每天都有大批的偷渡客 像是行军一样从家门前过 站着几个礼拜以来 人数大减 像是突然消失了 墨西哥一整队的军警人员 就直接驻扎边界 让美国这里是松了一口气 根据统计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偷渡移民数就大减42% 取而代之的是走正规管道的民众 只是美墨边界移民问题 过去几年都很严重 为什么会突然间一系变好了 一切都和政治有关 美国墨西哥今年都要大选 管好边界 拜登与墨西哥政府都得力 现在美国这边 从之前一天要面对两三千人 变成一天剩不到五个 这让德州当地有民权团体高呼 别再将移民妖魔化 德州政府深险花了130亿美元 架设带刺铁网房偷渡客 还推出了一条新的法律 SB4要强势的遣返移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我们先带您来看的是 四月店价调涨之后 从早餐店午餐便当到夜市小吃 都可能因为店价调涨售价 不过餐饮业倒是出现了两样情 有业者观望暗兵不动 就怕一涨下跑的客人 不过也有业势的鸡牌业者说 真的是必须涨价 所以同班美食都消失了 上次参考鸡牌要价90元 未来可能再涨5元 所以这个电费涨了 摊伤的脸就绿了 也因此央行日前决议升级半码 并且上修今年消费者的 物价指数CPI 有蛋有菜有肉的锅烧意面 一碗115元 Lidia一天餐费落在300到500元间 每月辛苦赚来的钱 有三分之一都花在三餐外食费 像我们原本买这家店 它原本的乌龙面只要100块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写了110 已经调整了10块钱 然后其实每一家小店家 他们其实都会调整 他们像是比如说面或是菜都调 所以其实就会蛮吃紧的这样子 对于物价飙涨很有感 尤其这一年来通膨效应影响下 不止外食压力大 房租电费也同时上涨 生活吃紧更不容易存钱 主要是在台北生活或者工作 可能要找到100元以下的餐食 会比较困难 烫青菜好了它可能35块 原本就有一盘 然后现在可能有些甚至大概50元 都会觉得只是一个汤器菜 有需要这么贵吗 一般的活费就已经在往上调整 自己在出屋的话的电费也要往上调 所以就会是各方都在调整的情形下 他自己在工作上面就要更加努力赚钱 薪水被通膨吃掉 钱变得越来越薄 万物皆涨 一个便当就动辄上百元 早已不是同板价 而很多人为了省钱选择小吃 但价格也不再平易近人 台湾薪资停滞了20年 但物价却越来越贵 以前的100元可以购买一份鸡排 还有一杯饮料 但现在的100元只能购买一份鸡排 以台湾的现在薪资水平来说 这些平民美食越来越不清零 民众薪水成长实在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 为了抑制国内通膨预期心理 央行日前决议升级半码 并上修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预估年增率2.16% 但4月起电价调涨 平均涨幅约11% 台湾通膨地域会在电价调涨后开始吗 今年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月份 我想已经过了 就是2月 那是因为激起的因素 因为今年的农历年是落在2月 那接下来的话大概几个月份 可能就是很难把通膨 控制在央行设定的2%以下 但是不会再有超过3%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多小商家 他们主要是提供国内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在国内销售的一些商品 那这部分呢 当然它就会有一些反应 反应给消费者 就转嫁给消费者 如果厂商市场力量大的话 那转嫁给消费者的部分 就会比较大一些 但4月店价调涨 小吃店开销成本势必会再增加 加上原物料普遍涨价 从早餐店午餐便当到夜市小吃 都有可能因为店价调涨售价 但有业者为了生存不敢涨价 就怕一涨下跑客人只能自行吸收 牛肉上涨大概跟去年相比 大概成长30%左右 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那预估下来可能还是会有相当 一定的一个成长 那就我们而言 目前我们只能是尽量去控制整个成本 现在因为很多的杂粮 鸡蛋 油 面肥 都有很多的涨 涨到我们小本生意 几乎我觉得都有涨在一层半左右以上 可是我们都不敢反应 尤其现在店价又要涨 对我们经营症的小生意来讲 其实负担压力很大 现在又是夏天即将到来 电费一定很大 那你现在马上应该给我们一些辅导 现在生意又很竞争 这景气也不是很好 那是不是有些配套或辅导机制 给我们中小企业或者一些店家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缓冲的时候的机制 铜板美食以后恐怕成历史名词 掌声响起 市井小民得勒紧裤带缩衣结石 才能在通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 TVBS新闻 黄冠伟德彦宣台北采访报道 电子支付时代的来临 除了信用卡之外 现在又多了一种支付形态 叫做BMPL 也就是先买后付 形式上有点像信用卡 但是审核机制更加的方便迅速 几分钟就能核定 完全不用给任何的财力证明 或相关个资 只是现在央行就提出示警了 因为可能会导致一些财务脆弱族群 做出过度消费 导致回过审来 账单已经超过预期的花费 恐怕会发生卡债风暴2.0 电子支付时代来临 出门不带现金 带手机 网路购物都是现金趋势 现在支付方式又有新变革 叫BMPL 也就是Buy Now Pay Later的缩写 不需要信用卡 只需要手机 让你可以延后付款 还有分歧消费方式 从欧美国家 吹进日本 新加坡 还有台湾的消费模式 也是近年来 在疫情的催化下席卷全球 因为不需要提供太多的个资 只要不到一分钟 就能认证消费 你这次的付款金额 然后确认结账 这样就完成了 审核快就是它的最大优点 这项申请条件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进入联征 我们是透过自建的风控模型 去评估个人的信用额度 所以消费者 他的申请条件 就相对更宽松 那在信用审核机制方面 我们也是透过自己自建的模型 去评估消费者的信用平等 然后给予一个初始额度 其中有业者进驻台湾后 已经吸引了130万用户 他的付款机制 其实就是消费者购买商品后 先帮忙 垫付款项给商家 债权就在他们手上 之后你缴交账单 是给业者 性质有点像是信用卡分析 但这种新兴付款机制 不在银行或者是任何传统金融法规管控 风险控制 我觉得一直是BMP有服务商最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在我们家其实更就是重重之重 客制化额度 我们会依据每一个人的信用平等不同 给予不同的初始额度 那第二个是动态额度管理 其实就像我们的消费者 他的消费额度多寡 是取决于他的还款状态 在新客的一个提升上面 有很好的表现 像我们的新客率呢 其实就有大幅提升300%左右 那另外呢 在年轻族群的占比上面来讲 也有超过60% 所以对品牌来说 它不光只是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业绩来学 同时呢 我们也开发到新的用户 年轻人都开始纷纷使用这类的付款方式 方便快速的购买小额 日用保健或者是生活用品 甚至服务票券都是大宗 只是他靠手机简讯就能合发 不用任何相关证件 几分钟内 让你可以选定分期付款 就怕这便利过了头 当年为了充发卡量 尽管还要连真你的信用 还要财力证明才能拿到信用卡 但是央行发出警示 认为有两大风险 可能让不少财务脆弱族群做出过度消费 让人联想到2005年的卡债风暴 毕竟多年前万泰银行小额信贷引进台湾后 2001年现金卡发卡量达到40万张 其他银行跟进2005年来到巅峰4580万张 当时放款更惊人8056亿元 只是方便购买再付款 导致不少人根本缴不出钱 呆账710亿元 隔年更破千亿 衍生了不少经济社会问题 没有那个申办的门槛限制 所以你是学生族群你可以办 那甚至你没有稳定的收入 你也可以去使用这个服务 所以其实它是会有一个 可能潜在的这个社会问题的 因为学生没有这个支付的那个能力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家庭上的负担 那如果爸妈不帮他出 那怎么办 那就会有衍生社会问题 比如说最后他这些债款 还是会转包给这些淘债公司 那这些债务催收公司 他就对你不会太友善了 有很多年轻人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能力 申请到信用卡 那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购物 那如果真的发生 那个债性的一些问题 他钱还不出来 那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有信用的这些问题 对他未来一生的这个发展 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政府还是应该想一想 有什么样的一些管制的方式 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 不要发展成所谓的卡栽2.0 因为当你买了一个商品 本来付一次3000块 好像很痛 BMPL可以让你拆成三期账单 还不多收钱 瞬间让你觉得缴款障碍变低 这个月还可以多买其他东西 强大的工具 让你无法抗拒花更多钱 没有设立专法管控 恐怕再一次的呆账风暴 很快就到 TVB的新闻 郑胜伟先论台北采访报道 BMPL先买后付的现象 兴起使得各界把矛头指向了租赁业 因为租赁业不属于金融业 不受相关的法规管辖 受信的标准也跟银行相比 明显的比较低 像财政部长庄翠云日前也证实了 八大工股行库总计 已经对租赁业放款了1246亿元 因此多家大型的行库 也已经对租赁业的资金用途道德劝说 未来如果租赁公司 要向这个行库新增借款 就必须要签下承诺书 保证没有用于先买后付 等消费贷款的业务上 否则行库将提前收回借款 车商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希望上门的客人不只赏车 像这台车啊 它现在我们是卖75万吧 对那如果你是以贷款来说的话 现在很多基本上都可以贷满车价的 一个月脚大概就是脚在一万出头这样子 对部分年轻人来说 这价格堪称和进口车最近距离 然而碍于现阶段的财务能力 想贷款买车 银行未必点头 借钱门槛相对低 低到几乎忘了自己 未来将被车子压得喘不过气 BNPL先买后付开始资深社会问题 各界的矛头指向影子银行 比如说像是车辆啦 工具机啦这种 他们以前可能是比较做类似这样子的服务 那当他那个 那个比如说车贷的业务 他做久了之后 就发现 除了车贷以外 我还有其他的业务 我可以再去经营 在现在的市场上 还是有一些民众 他确实他没有办法从传统的银行管道 来获得这样子的资金服务 有行有事 商人没有不赚的道理 大量的需求助长了 租赁怪兽 这么庞大的金融怪兽 你竟然只要求他自律 天哪 他律都律不住了 立委趁着直轩 披露银行局掌握资讯 几间指标性的租赁公司 向银行借款金额总计超过三千万 财政部长庄翠云 日前也证实 八大公股行库 总计已对租赁业放缓 一千两百四十六亿元 便向土利无本放贷 只一生四起 其实我们的业务里面 80%以上都是提供给中小企业 那么有20%左右是车辆的融资 还有一般就是消费性的融资行为 那所以我们跟银行取得的资金 大概这样我们全部的营运资金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几 那这些资金大概就是都用在 这种中小企业或是微型企业的融资 浪头之上 大型公股行库 依然准备着手约束 包括签下承诺书 保证租赁公司新增的借款 不会用于闲买后付 如果违反或是改由中股车高利超贷 都将提前全数收回 至于内控准则 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订定 所以我们不是只考虑到 标的又比如说车辆的这个价值 或是残值而已 我们会做征信 去了解这个消费者 或是使用我们融资的客户 他的平常的这个财务的状况 他的收入来源 以及他的这个清偿能力 现在比较会做调整的 比较不会是寿信标准 而是在于说 能够提供的这个寿信的这个金额 那假设说这个自律公约 对于这个寿信的金额 有很明确的标准的话 我们一定会照着这个标准 为何主管机关出售了 却只能要求业界自律 原因在于无法可管 因为像银行的话 它是属于金融机构 那它必须受到比较严格的 金融法规的监管 那租赁公司其实它不是金融机构 要求这些租赁公司 他们自己 比如说去设定所谓的自律 自律公约 自我规范 我觉得在现有的法规上可以做的 可能就只能到这个地步 法规有所不及 行销乱象更难以约束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毕业 尤其是更多是女生 他们会比较朝向 他们会去投入在 融资公司的代款转营 我看到是他们就很常不断在 社群媒体跟抖音上去行销自己 对所以他们身边的 同年龄层的人 朋友甚至被他触及到的人 他们都会 可能对他们有兴趣啊 喜欢觉得他们这个人不错 就选择找他们办理 所以可能不像以往 会觉得说是条件不好 才会找融资公司 债主等待他率 债务人得先自律 谁也不想看到 现金卡风暴改头换面之后 又席卷而来 TVBS新闻 罗世鹏耶甫 特别不到 从泡面经济学 带您来看台湾的经济 全台每年泡面市场规模 大约是台币140亿元 年销售超过9亿包 而纵观全球56个经济体 2022年泡面的销量 也创下新纪录 那么只是明明全球在疫情期间 饱受高通膨压力 吃泡面就能够填饱肚子 代表现在的经济不是太好 货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泡面 有杯装带装的连口味选择 也不断推陈出新 因为泡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食品类之一 在大卖场里面 这两排通通都是泡面专区 除了台湾的以外 包含像是有韩国的产品 以及日本甚至是东南亚的 各式各样的种类能够选择 而光是在台湾一整年的泡面市场规模 就达到140亿元 年销量超过9亿包 相当的惊人 光是去年台湾品牌的泡面销售冠军 一个品项单月销售额就有750万元 而国外泡面品牌加总起来 月平均约3300万元 可见泡面的便利性和口味多变性 受到消费者依赖 但当然它还有一个特性 也就是价格相对亲民 在一整年度的话 泡面几乎没有掉价过 它几乎是每一年都是 一个近倍数以上的一直成长 那当然也是反映到整个消费者的市场 有可能是一个物价指数的关系 所以消费者会觉得泡面来的便利 还有比较容易有饱足感 再加上现在泡面其实技术非常好 若把统计范围扩及到全球 根据世界速食面协会指出 2022年泡面在全球56个经济体破了新纪录 销量达到1212亿包 这数字比2018年成长约17% 像是奈及利亚 孟加拉和土耳其等国购买量激增 涨幅从53%到425%不等 另外再看到市调公司今年2月的估计 全球泡面市场规模2021年为516.5亿美元 2022年为546亿美元 到了2030年预估会成长到818亿美元 年复合成长率5.95% 只是这样的数据却也和经济环境脱离不了关系 在20年21年的时候三级紧接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的泡 台湾的泡面市场也有大幅增长的一个状况 那就我们观察其实泡面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成长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疫情的关系比较多 08到09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或者是12年台湾比较多台风风在的时候 还有就是18到19年 就是经济比较不景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泡面的购买率其实都会成长 新冠疫情大流行封城影响下 食品供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到了后疫情时代 日本泡面双巨头销售额和股价仍然持续长红 而截至2022年底 美国和英国的泡面消费量在5年内成长14% 当富裕国家的消费者也在吃泡面 该思考是否亮起了食品降级的红灯警讯 对日常吃的食物能省则省 开始找替代品 泡面的一个增长的确会跟物价会有关系 但是你说要大幅的增加它 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 那他们优先会选择的 反而还是会先去找 有没有替代品 或者是比较平价的商品 大环境通膨压力紧张 泡面却在逆境中展现价值 因为食品类价格普遍上涨 但又不能不吃饭 为了生存一碗泡面价格可负担 至少能有饱足感 当然不是所有人吃泡面都是为了省钱果腹 泡面热潮也并非昙花一现 但如果把泡面消费视为一种指标 用来衡量经济与民生现况 这些数字也透露出社会与经济亮起红灯 全世界都在往 其实都在降息循环 因为这个通膨已经从最高点往下走 这次因为要调整10%到11%的电价 所以等于是物价可能会跟上来 因为央行的估计大概CPI大概是1.89 电价的调涨的话会破2% 专家认为全球高通膨时代已度过最高点 通膨现况逐渐缓和 但泡面的需求是否还会继续稳涨 不确定性大影响因素也很多 不过确实也能反映出经济环境 提本新闻连至周永轩台北报道 疫情当中各国观光旅游业都很惨 疫情之后迎来大复苏 而在最新的百大旅游城市调查 法国巴黎就击败了世界各家好手拿下第一 一大群人龙一曲排队 这里是法国著名景点罗浮沟 现在每天都有不少人潮涌入 疫情之后观光复苏 法国各大景点都有不少人潮 在当地经营租赁车业务的阿强 对于观光很有感 旅客上面的族群稍微有一些变化 然后还有观光的旅客所使用的旅游方式 023年4月份至今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轿车的次数其实是有增加的 但是增加幅度更大的是使用这种 类似像地培导游这种方式 会算是算是比较大幅度的增加 在法国做租赁车工作已有八年时间 阿强表示疫情间法国光光人潮就很多 疫情期间减少 但疫情之后迎来猛暴性复苏 尤其是法国不少知名景点还有电影的加持 让这些地方越来越受欢迎 观光产值也大幅提升 所以在里面出现的景点 举凡像是罗浮宫 举凡像是圣星堂 那凡尔赛宫等等 这个都是非常整个人次上面是大量的提升 那最重要最特别的是以台湾部分的旅客来讲 增加去这个圣米歇尔山 在诺曼底的这个地方 圣米歇尔山一个海上的城堡 世界文化遗产第四名的这个地方 他人次是增加的 法国的观光力道强 从数据可以看出来 根据全球市调市场欧瑞国际 2023年百大旅游程序调查 旅游永续发展经济表现跟健康安全等指标 分析全球各大城市排名 第五名是荷兰阿姆斯特丹 第四名是日本东京 第三名是西班牙马德里 第二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 法国巴黎击败各国高居第一位 而且连三年夺冠 法国旅游局表示 截止到去年11月底 法国的国际旅游收入来到近590亿欧元 比2019年成长170亿欧元 增幅达12%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大家喜欢去的 你说他的这个首都巴黎 或是他第二大城里昂 这些都是很多游客喜欢去的 甚至到南法 你说到南法已经到很远 从巴黎进去之后 你还要到普罗旺斯 到尼斯 到坎城都还很远 可是不要问他有海路 那南法又有他独特的不同的魅力 法国成功在疫情之后 创造大量观光产值 专家分析 除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跟环境 法国在2021年也提出10年新计划 预计投入19亿欧元预算 强化法国全球领先地位 长远目标是 建成城可持续旅游的首选地 以三大项目 人才招募 特色旅游 还有专业行销为主 搭配巴黎奥运 成功打出行销 欧美国家已经恢复到疫情前九成 但亚太地区从2023年初开始逐步成长 目前只达到疫情前的65% 疫情前的2018年 台湾观光人次来到1106万人 疫情后的2023年 观光人次648万人左右 台湾目前尚未恢复单年千万人次 有百分之57的专家指出 亚太地区要到2025年或者更晚 才有办法恢复到疫情前表现 疫后其实各国其实都是狂撒预算 那就我知道就是像日本 泰国 还有一些像新加坡等等 其实他们从疫情 还没有解封之前 就已经在鸭子花水了 那像新加坡的话 就是很多的政策 比方说这个无接触的这些新科技 那泰国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直致力在于 要开发新的油城 法国的成功付出 台湾是否能借进 不少旅行者跟饭店业者表示 政府政策支持会是观光付出重点 根据交流部观光局 2023年白皮书定出几个重要目标 包含整合旅游行销 话语资源 九份淡水强化永续观光理念 分流国际观光客客源 包含日韩港澳 欧美旅客国家都推动目标性的品牌行销 引译改制观光行政组织 共计23项策略 36项重点项目 目标在2030年来台旅游人次于千万 观光中产值达台币一兆以上 但专家也点出观光隐忧 像是缺工危机就很关键 疫情前就在缺了 那动不动就罢工 疫后更严重 很多还是公务员自己带领的罢工 所以在这种整个情况之下 他会阻碍他观光业的复苏 华都巴黎观光称霸 法国观光后世看长 台湾能否借信学习 政府政策自观重要 麻疹主要是病毒传染的疾病 主要是经由空气跟飞沫传染 事实上麻疹的传播力强 假设在一个群体中 这群人都没有打过疫苗 很有可能一位就可传染给20位 因此年轻族群亦是建议 前往麻疹流行地区 可考虑自费接种疫苗 假设今天是小小孩 因为目前我们的儿童预防接种 建议一岁以后开始接种疫苗 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 假设这些小朋友 还没有接种完疫苗 那最早最早 我们可以在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接种疫苗 但是等到他们就是 到他们一岁可接种的时候 还是要照原本的施打流程 把他施打完 麻疹这是一个传染力 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疾病 其实在没有有效的疫苗之前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会感染这个疾病的 因为他的传染力很高 然后症状表现就是以发烧出疹 一些呼吸道症状为主 所以预防他 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疫苗 那其实我们国家 还有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这个疫苗普及率都很高 但是其实不管是国内国外 偶尔还是会有出现 这个零星的疫情 一般麻疹的潜伏期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 那初期的症状通常 跟一般的感冒差不多 会有高烧 喉咙痛 然后肌肉酸痛 头痛等等的现象 那通常 这个症状经过了三四天之后 他就会开始出现红疹 那红疹的范围通常都是从脸部开始出现 然后会往脖子躯干 还有四肢的地方做蔓延 那因为麻疹病人在出疹前四天跟后四天 都是比较高度的一个传染力 基本上你只要有接触到 身体里面并没有薄性抗体的话 就可能会生病 那潜伏期呢 一般是大概七到十八天的时间 所以常常也不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马上就会发病 而是可能回来国内之后 那才开始出现相关的一个症状 那目前呢 麻疹没有比较特别一个治疗的方式 通常是以滋质性治疗为主 来缓解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那大部分的病人在发烧出疹之后呢 大部分都可以顺利的痊愈 麻疹传播力强 即使在通风不好的空间里 麻疹病人距离健康的人很远 还是会传染给他人 其实麻疹过去在台湾发生过好几起流行 2019年案例较多 82例国内感染59例 境外移入 累计共141例 而最近一次的流行则是发生在今年年初 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有9个麻疹确诊案例 其中4例是境外移入 本土案例则有5例 那么这些麻疹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是国外 因为目前国外都还在流行麻疹 尤其是在非洲 其他在东欧 低中海地区 离我们很近的东南亚 以及我们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 也都有在流行 全球麻疹的流行在2019年时到达了高峰 2020年后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流行整个区块 不过最近似乎有蠢蠢欲动的趋势 口鼻的分泌物接触到而传染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三个事项 第一个 尽量减少出入公共空间 第二个 勤洗手 第三个 戴好口罩 其实只要这三项有做好的话 大部分都可以大量的降低 感染麻疹的一些风险 出现一些相关发烧出疹的症状 要记得要就医 因为其实发烧或出疹 也不一定是麻疹 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 也可能是用这样子来做表现 那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接触时 跟旅游时 然后来告知医师 让医师这边可以做更好的这个判断 医师提醒 任何人都应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如果体内没有抗体 感染的机会就会大增 而麻疹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就是接种疫苗 才能有效阻隔 感染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张正安 陈旭毅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